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华 今天我们讲的是同学们比较关注一道题目 1240telling a rectangle with fewer squares 那么这道题呢 说实话我在比赛时候没有做出来 我用通过这个暴力搜索超时了 因为我发现看了这个case 3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dp是做不了 所以说只能搜索 但是如果你暴力搜索的话是会超时 我用dfs超时用 还有我也使了bfs 然后是这个内存爆料 那么所以说需要一个正确的解法的话 还是search 但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状态压缩 包括有一些heuristics 那么才能让你去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出解 那么大部分人的时候做比赛时候过的是使用这个dp过的 那么它是用一个cheating的方式 就是它有一个特例 你要么是打表 就是看把别人赢算好答案就放过了 或者说你就是special case handle一下 就是如果是11 13的话反回一个6 就可以了 这个正确其实并不是合格取 我觉得如果没做出来以后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这套题本身是比较难的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长期之间的话 还是首先要恭喜有两位同学 又拿到了offer 给我发了这个红帮 感谢恭喜 那么这个同学说到了这个switch游戏 那么顺便提一下我最近又买了一个新的游戏 这个Rainfit 那么价格是79.99 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包含了这个Raincon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贵 玩了一下的话 还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买的一个这个附件和游戏 那么它里面有冒险模式 也有一个小游戏模式 像我这种不是特别喜欢动的人 如果在一边在游戏一边简身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那好扯有点热题外话 那么想听这些还是不要忘记关注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接受到我资源通知 每桌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这个题目描述是给你一个n乘m的一个长方形 这个让你去找到这个minimum number of integer sided squares that tile的rectangle 就是用整形边长的正方形去把这一个 长方形填充完问你最少需要几个正方形 像这种优化的问题通常的话就是dp 要么是dp要么是搜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话是2乘3 这高度是2宽度是3 那么所以说你需要一个2乘2的一个正方形 一个1乘1 两个1乘1的 所以说总的数量是3 这是最少的数量 所以说要三个 那么答案就输出3 它并不需要你输出怎么去划分 只需要输出最少是几个 那么这个到了一个5乘8的情况 那么你会发现需要一共5个 那么首先你画也需要一个5乘5的 这么大的 先把它填充掉 然后这边剩下的话是5乘3 那么需要一个3乘3 填充完之后你会发现 这边是不是和前面一个case是一样了 变成一个2乘3的这样一个长方形了 那么如果只看单单你只看这两个case的话 我相信很多同学已经想到应该可以使用dp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能够解决 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子问题 这边怎么解决 这边怎么解决 然后这边的话又可以分成两个子问题 这边怎么解决 这边怎么解决 那么当然你发现你的子问题 当你是长和高相同的情况的话 你只需要一个 那么就是一个size的 就是长和高相同 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个正方形 你只想一个正方形就可以把它填充完 那么这边就变成一个子问题了 那么低规求解 计划低规求解 然而 然后出现了case3 然后你就发现不行 为什么呢 你这个没办法把它切割成 这边中间有个一乘一的这个小格子 一个螺旋状 那么你发现没有办法把它切割成子问题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切割成子问题 所以说这样的 这样的dp的方法是做不了的 当然后来就是有人发现 这个在所有的它的数据规模的范围内 13乘13的范围内只有这一个是一个特例 其他的情况的话 你都可以通过一刀切 把整个 把整个长方形切成两部分 那么两部分的话可以 就是反复的低规求解 那么当然这case3是其中一个唯一的一个特例 当然在这个数据范围之内 如果数据范围更大的话 那么还有更多的其他特例 所以很多人就通过dp方法来做 然后就是 判断一下这个11乘13的方法就过了 那么 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是说 怎么说呢 如果说真的让点dp做的话 它这个数据规模出得太小 就是不应该只出到13乘13 因为它的时间法度很明显是一个 就是 n3次方这样数量级的时间法度 我们假设m很相同的 但这个n3次方这样一个规模 所以说这个13太小 如果是n3次方它应该出到100 但是它又没有出了100 所以说这个算法 应该是一个接近exponential的影响 时间法度这样的算法 其实就是搜索 那好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题目简化下来 如果说这个分割的话 必须一刀切 把这个长方形切成两块 那么就是必须一刀切完的话 这种分割方式的话 就是可以使用dp来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情况的话 怎么用dp来做 很明显它的这个 这个方法数量呢 只和它的长度和宽度有关系 和它所在的位置 其实并没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状态的话 只需要一个二维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 i乘j 就是高度乘宽度吧 就需要一个 我们子问题就是求解一个子G型 用最少的 怎么用最少的这样一正方形 去前出一个子G型 那么给你一个长方形之后的话 你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切开方式 一种是竖过切 一个是横的切 那么竖的切的话 其实很明显 你就把问题分成两个子问题了 就是我们要求 但是要求这个是每次切的话 是把整个这个长方形切断 不能说我切到这边 然后绕个弯之类的 那么这种就底皮就横的不了 假如我们把切断 那么我们就两个子问题 左边的话是dpi 这个是q 那么右边的话是i j-q q的话是这个宽度 这边本来是j的话 那么就变成j-q 那么我们要尝试所有的切割方式 只要从1到 这个n除2 这个j除2就可以 因为它是对称的 你这边切和这边切 它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 这两个子问题是对称的 顺序没有关系 当然你全部求解无所谓 那么就是说q的话是1到j-2 那么这是指一种方法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的话是横过来切 横过来切 那么切成pj和i-pj 那么高度减少了 那么也是同样的话也是从1到i-2就可以了 那么在所有的可得的分割方式里面去找一个最优的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子问题的话 一共有m乘n个 因为我有这么多种不同大小的这个G型 那么求解每个子问题的话是线性时间 线性时间 因为我只有这个宽度或者加上高度种切割方式 那么所以说总的时间法度的话是m乘n乘上至 这边好像不太对应该是mx 就是m乘上至m加m 这样一个 所以说如果m在同一个数量级的话 这个就是m的三次方这样一个数量规模 这个时间法度 空间法度的话是m乘 因为我们只需要记住每个子G型的这样一个答案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正确的方法 代码的话就是说你要去特殊处理这个十一十三这个case 那么你知道你通过 其实就这个了 它告诉你是多少是六啊 你去输出六就行了 嗯 就是这个特例 因为这个dp还做不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定一个m加1乘上 m加1乘上 m加1的这样一个dp array 配点一下 嗯 嗯 我让你讲一个base case base case的话就是当 这个宽度和高度相同情况下的话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正方形 那么它的方法数量就是 需要的这个squares的话就是1 那么不需要再去修结了 然后我们就i从1到n 那么dpij先等于5重大 就是5解 那么当i等于j的时候 就是这个正方形 直接返回 直接输出1 然后continue 否则的话我就没举所有的这个切割方式 那么首先我们切 这个是切这个数的切 那么1到i 就是很大切 1到i除2 这个两个子文体的和 dp的话就在所有的这个dp rj 加上i-rj 这个两个子文体的和 在搜索中去讲 同样的话 你这个是 这个是 输过来切 那么是 1到j除2 那么是ic 加上ij-c 那么在 这两个子文体的和 就是我 就是数量 就是我整个剧情的这个数量 那么在所有的可能的切割方法中 取一个最小的 就是dp i-g 那么最后答案它明显就存在dp m乘m中 所以我知道这套题的如果说弱的话版的话 它就规定一下必须是1到7到底 那么所以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是 这种情况如果用dp做的话 它的数量是8个 明显是比它要 大 因为它这个是你可以这个绕着切 如果简化一下的话 dp的话也 这套题目其实也是一个可以 还算不错的题目吧 就是 就是说你的数据覆盟得扩大到100或者200 那么表示说它这个 你用souce的话可能是做不了 只能用dp来做 这是第一种用dp来做不正确的方法 那么我们来 那么只 那么因为它这个数据覆盟比较小 那么你 其实说 就告诉你应该是去用搜索 那么但是搜索的话也是需要一些技巧 来看一下souce方法 如果你就是blufos的话 你用一个m乘的网格 然后用0和1来标记 它这个位置有没有填充的话 然后你去尝试任意位置 任意size的这个square填充的话 那么是超时 这个我已经帮你试过了 你不用试了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表达形式 去表示这个状态 以及一些heuristics 那么 这个状态压缩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 假设我们就是说要求先往下面填充完 才能填充上面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用一个二维的这样一个网格 来描述这个状态 我们可以把它当到1维 就是用 这个高度 用每个格子的这样一个高度来表示它的填充状态 比如说这样一个一个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不管 假设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我现在已经填充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边呢 它第一 第一列它的高度是3 那么第二列高度是1 第三列高度是1 那么我就不需要去用一个二维的表示 11100000011 这样一个网格去表示 我只需要用311 去表示这样一个现在的填充状态 这有点像那个skyline problem 就是每一个block的高度 就是我就假设我下面下面填充完了后 才能填充上面的 这样否则的话 你下面选空的话 就没有意义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把状态压缩到一个意味状态 这高度每一个列的高度 那么怎么去表示我这个已经填充完了呢 那么我就是说我每一个 每一列的高度的话 都是它的这个长方形的高度 这边我用电脑过来了 就是m 如果全部都是m的话 表示就填充完了 也就是我 找到了一个解 但是这个解是不是最后解 我还不知道 然后的话我们就要去填充 去填这个G型 那么填的时候的话 它也有一个here stick 就是说 我先去找这个最低的column 最低column 然后我要去填充 尽量从大的size往小的size填充 比如说我这个情况 我找到一个column 这个column的话 它的高度是1 在这个里面是最低的一个 然后你会发现它右边的话 高度和它一样 它是一个平原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又知道我的这个gap的话是2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尝试 以这个点为左下角去尝试大的一个句型 大的一个正方形 那么是先我可以先填充一个2的去尝试一下 如果发现2的 然后递归就可以了 那么2做完之后的话 我可以尝试去填充1 就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再去递归 那么下一轮的话 肯定是从这个点开始填充 因为它是最低的 那么它只能 这个时候它只能填充1了 你会发现这种情况肯定没有它核算 因为我这边同样的子问题 同样的没有填充的区间 我用一个2乘2的就解决了 这边的话可能要再是一个1乘1 然后再是一个1乘1 这个1乘1就需要4个 所以说这个算法的话 这个时间发度还是exponential的 应该是m的m 是m的m次方吗 应该不止这个事情 应该时间发度还要太前 因为我的状 我光光状态本身就有m的m次方 然后对于每个状态的话 我有 每个字问题的话 我其实只需要 这一个线性时间 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发度 就是m乘m n的m次方 或者说两个中小的一个 小的这个数为底 那么大的数为这个次方 不管怎么说都是exponential的 从理论上来说 这个时间发度是出不了解的 这个13 1313还有很大的 但是的话我们可以加入很多简直 那么使得我这个 找到解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去filter掉这个size 比我大的一些几 总之的话就是需要还是搜索 那么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更优化的一个状态 表示 那么去检查我是不是能够填充这样一个固定size的这个正方形 包括说我去判断他是不是已经填充完了的话 都可以在这个on时间内 就是解决 而不需要这个m乘m时间该解决 然后的话 就是限制了 必须先从下往上填 先从左往右填 那么这个现场已经加了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快速转到解 然后去减制 那就是这个第二种正确的做法 那么看一下这个代码 顺便说一下这个时间发度 这个运行时间的话是0毫秒 那么很明显它的这个时间发度是 这个n3次方 这个数章机非常小 所以说瞬间出解 然后这个dfs搜索解法的话 它的时间运行时间是4毫秒非常快 那么是因为用到了减制 否则的话 包括这些状态压缩 否则的话你就是 你暴力搜索的话一定是会超时 然后其实发现没有必要记忆化 因为它状态太多了 你记忆化的话肯定是 当然它不可能所有的这个dpr都填满 所以说因为它的这个 理论这个状态数量的话是 13的13次方 那么肯定是会爆的 但是你用hash table的话 你的状态不会填满 因为它有很多减制 所以说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并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做记忆化提供 它这个重复的子问题 遇到的情况比较少 好 那么首先 当 当n大于m的时候 我们交换一下 希望这个column少一些 那么我们的状态就可以少一些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最坏情况下的话 最坏情况下 你需要多少个正方性的 那你肯定是需要 n乘m格 就是每一个格子都放一个1乘1的 那么当然这是最坏情况下 不可能出现 除了1乘1之外 不可能出现 1乘1和2乘1之外 也不对 所有的1乘N的话 应该都是 都是1乘N 那么 这是最坏情况 那么然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高度 一个高度数组来表示我当前的填充状态 因为我就是都是从d往上填 所以说 这是我base的高度 那个高度的话是h 然后我就定义这样一个dfs数组 我状态的话 这个状态就是我的h 然后我还需要传言它数的话 就是我当前 用了多少个squares 如果说我的当前的squares 大于等于ns的话 表示我的解 肯定不是自由解 那么我就可以不用做了 我直接退出就行了 这是一个强点值 如果没有加的话 肯定超市 这个一定要加强点值 如果我当前数量 大于等于已知的解的话 我们就退出 否则的话我在这个高度数组中 找一个最小元素 如果说这个最小元素 已经是m的话 表示我整个高度全部都是m 也就是说我填充完了 填充完了 然后我这边answer就更新成current 我知道我的current 我当前是个解了 那么这个current的话 就是我的最有解 因为它一定是小于answer 是简直播了 这边我answer等于current 然后就退出就行了 然后的话我这边就没有填充完 那我找到一个最低的位置 我知道它的高度是low 然后我知道它的位置是s 就是用it减去这个 就是it表示它的iterator 然后相减的话 就是表示它的这个index 那么s 然后我要这个时候我要去 我这边就是一个优化 就是说我找到一个最低点之后 我并不急着去填充 我去看一下我能够填充的这个最大size多少 所以说我要去往右找看看有多少个block 是和我同样高度的 如果是同样高度的话 我就可以去填充 那么右边的话一定是大于等于我 所以说我不断往右扫描 扫到第一个不等于我 或者说超过边界 或者说我当前的高度超过边界 所以说我们就去网右找 那么e的话就是endpoint 那么e小于n就是没有超过边界 然后hc等于hs的话就是高度和我相同 那么不断往右找 那么这边的话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边表示说我填充了这样一个正方形的 这样一个size 加上我当前的高度不会超过顶端 不会超过顶端 就表示说我这个不能填充一个太大的 我们举个例子 就说如果后面还有很多 还有很长和我一样高度的 那么我知道我这个从我这边到顶的话只有2 所以说我不可能填充一个3x3的 3x3的话会爆料 这就是限制了我这个正方形的size 为什么要找一个最大的的话 找一个我们要从最大的正方形开始填充 那么才能够快速的找到解 从gab上来说比较大 比如说你填充一个1x1的话 那么你很明显你需要更多的 因为这边2x2的话就 优先找到解 那么可以把这边后面全部解释减掉 因为你发现再填一个1x1的话 就超过它了 就不会再去求解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降低很多无效的搜索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从大的开始做 这边就是找到它的最大的一个位置 找到之后的话这个1是越界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1 那么就是我的size 就是我的右边-是哪里 i是从-1到大约0s 然后-i 那么我的size的话就是i-s加1 就是右边-左边-1 就是我填充了正方形的size 那么这边的话由于我没有去拷贝数组 所以说我这个h是一个共产的一个变量 那么我要去从s到i为止 把它的高度全部将加 相当于是说我这边高度本来是1 现在加2加2变成3了 这边加2这边加2 把它的高度都变成3 它这就是三个独立的把33 这样的情况 就是去更新就是填充 你发现这边是线性时间就可以填充完了 然后的话我就递归 那么这时候我就多用一个正方形 当递归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把它的高度减等于size 再去尝试下一个不同的size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去拷贝这个h这个array 通过当然你拷贝一下的时间复杂度 并没有比这个高很多 其实也是无所谓 因为你这个dfs的话 你这个深度的话最多也只有 最多可能会到m10秒 所以能节省一点的话也吃一样 那么这边的话就是递归前的话就更新状态 那么递归后的话就恢复状态 那么hj减等于size 那么再可以进行下一轮的这样一个下一个size的尝试 就是这个dfs解法 那么其实当你除了你这个提交之后 你其实在写这个时候 你是没法知道它这个方法是不是会过 就算你加了抢减值 你也不能guarantee 它一定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个几 然后可以去进行抢减值 所以说不太好估计 这样一个 因为它的时间法度是非常高的 这个13134 你不能判断它是不是一定能够guarantee 能够找到几 那你只能尝试的提交 我不知道它能做到这个数据guarantee到多少 这个不就不太好说了 那么anyway就是dfs方法 那么去就是你会发现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去把它装在进压缩 然后怎么去表示包括一些heuristic去从大到小来做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 我虽然我觉得面试中不一定会考这样的题目 就是说如果就算考到了你提供了这样一个算法 其实它其实考察只考上你思路 并不会考察说你运行之后会不会超时 会不会怎么样 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这套题目还是可以做一下 就是说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知道不能dp 你看前两个的话还想着dp 那么一看到第三个就不能dp 所以说我在比赛的时候并没有尝试dp 我并不知道它这是它其中的唯一一个特例 并没有去通过cheat的方式来过这套题目 我觉得还是要去尝试用正确的方法来做这套题目 那这套题目的话就讲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没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下留言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评论 关注 好 投币 如果想讲的题的话也欢迎在评论下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先 我是花 拜拜